這大概是這十年來 國民黨在南部最好的機會 對啊 因為以前藍高屏 國民黨是一席都沒有 那這一次看起來是有機會 一方面是有一些區域 民進黨內部分裂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整個 民進黨執政包袱 經過這七年多越來越重 所以導致了大家 有一點想要改變的感覺 可是畢竟這裡都是勝率選區 你要打起來真的沒有這麼容易 黃捷為什麼要 他始終像烏龜一樣咬住韓國瑜 因為他就是靠翻白眼 翻韓國瑜白眼起家的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就是不斷的想要去喚起 大家對韓國瑜的印象 因為這樣能夠幹嘛 這樣能夠讓大家忘記 民進黨現在做得有多爛 然後讓大家忘記 自從陳其邁上台之後 黃捷再也不監督高雄市政府 每天就在POP而已 除了這件事什麼也沒幹 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黃捷的打法 這個無可厚非啦 以他站在他的角度 他當然是要這樣打 不然你就要打什麼 對不對 也沒什麼好打 那可是我覺得黃捷這個選區 即使黃捷是臨時接棒 趙天靈出來 他還是一個非常難纏的對手 陳美亞要贏他絕對不容易 然後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還是在看郭貝宏的表現 所以你沒有注意到嗎 郭貝宏打 黃捷還打得比陳美亞勤 打好兇喔 所以郭貝宏的火力全開 其實當然 是不是對他自己的聲勢 會造成一定的上升 如果他能夠拿到兩三萬票 那黃捷就很危險 對啊 那當然陳美亞現在也非常努力 尤其是他是該區現任的市議員 所以他在地方人頭 本來就比黃捷熟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絕對是一場苦戰 陳美亞就算到最後能夠勝出 恐怕也是差距並不大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那至於你說 屏東那邊的話 主要是民進黨內部分裂的關係 那現在就是大家各自 國民黨等於是一種策略運用的方式 一方面支持他們分裂的候選人嘛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 你就算自己人不能當選 至少能夠裂解掉他會比較好 大概就是這樣 政治上本來就是這樣玩的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現在真的對國民黨來講 是一個好機會 可是如果藍白和就更好 是啊 對啊 如果藍白和那整個氣勢會不一樣 可是沒辦法 因為不要說是 現在藍白自己不和 剛剛侯漢廷跟張思剛兩個在談 也破局了 對啊 這兩個現在還在談民調 老兄今天幾號 你來跟我談民調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 然後漢廷也提出一個 說兩個先登記 登記之後再整合 登記以後不能整合啦 登記以後整合 你們兩個就被抓去關吧 是 張思剛說這違反選霸法 他不能接受 那叫手贏家燈好不好 所以我真的覺得 所以你看 你自己在野陣營都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還能怎麼搞定呢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本來 其實無事要也不好打 我講實在話 你單獨對他都不見得會贏 都不見得會贏 那你分裂就是讓人家躺 其實就跟無事要這個選區 其實就跟現在藍白差不多 藍白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分裂就是等於直接送給他 就這個意思 所以我真的覺得 整合當然沒有這麼容易啊 你看綠營也好幾個地方都分裂 對 那可是說真的 現在是我們想要拿回政權 想要阻止民進黨不斷在擴權 不斷的去這樣子把民主扭曲 然後我們比他們更早鬧分裂 他們是因為分贓不均鬧分裂 你是什麼東西都沒有你就先在鬧分裂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大家真的要醒醒啊 還剩兩天時間 這些人趕快去思考一下 北台灣分裂啊 日雲分裂啊 港湖區的部分 這裂得還不嚴重嗎 我們來看到就是 基進黨的吳星代 在今天已經去登記了 那兩個人你知道 和高嘉瑜 高嘉瑜兩邊的攻防 我是覺得非常好笑啦 因為媒體就問吳星代說 你碰到高嘉瑜會說什麼 吳星代說 會請高嘉瑜好好檢討自己 他就是造成本土派分裂的原因 希望他不要小將道歉 大街攻擊我 那高嘉瑜就嗆回去啊 說吳星代就是在助攻李燕秀 保送國民黨分裂范律 是國民黨的暗裝 沒有辦法讓港湖 閃耀本土派的光榮 只會讓國民黨重新返回光榮 那甚至在前兩天 吳星代講了一個很有創意的嘛 他叫高嘉瑜 他一直說高嘉瑜是白的 那高嘉瑜之前說 我不是白我只是白目 所以說叫高嘉瑜去跟李燕秀 藍白和 高嘉瑜甚至還有喊出 就是說我讓吳星代6% 希望能夠這個範率整合 但當然就是沒用 大家只是覺得說 高嘉瑜這局有點慘 為何淪落至此 這也是我要請教這個蔡委員的 但同時我覺得這是要一併來看 因為在士林大同區 監委於同台了 一樣因為他們這個是立委聯合登記 所以包括了這個之前 監委大戰的願望世堅在選 何志偉也出來了 何志偉出來的時候還是高嘉瑜就是抓著何志偉手 大家一起喊這個動算 說這個齊立斷經八席全上 不過何志偉只有很尷尬微笑的說八席全上 立刻被高嘉瑜抓包說 你怎麼都沒有喊動算 我想說高嘉瑜很故意還故意在弄何志偉 只是就是這樣之前也有傳出說 何志偉的動態 大家也很關注說有沒有要真心幫王世堅 甚至還一度傳出他按住遊俗會 那何志偉大聲喊冤說 絕對沒有這件事 如果有我跳海 可是過去只要有跳海的 好像都成真不是嗎 過去有跳海了 後來貫都越升越大 我應該這樣看 何志偉是不可能去幫忙王世堅的 但是他也不會幫遊俗會 所以這個說有人故意放他 在逼他表態的 那這個王世堅當然 不希望這個何志偉成為他的絆腳石 所以他才會宣布說我只幹一屆 下一屆我退休了 一再強調這個 那這有效 讓這個何志偉的支持者會覺得 那我下一屆還有希望 我就不用跟你把臉皮扯得太難看 你說游史偉現在很賣力 大概是國民黨最近幾屆跑到 這麼勝率選區去選決 游史偉真的比以前的國民黨的候選人 或者有一度是新黨來選 都比他們賣力太多了 所以選票應該不會太難看 可是因為王世堅有在地優勢 他畢竟在那邊混很久了 所以要挑戰王世堅 真的是勇氣可嘉 那差距應該還是有 但是要突破會比較大的困難 那高家瑜其實 他怎麼講高家瑜 他當然現在想要補破王 那這個他盡量把他的缺點都蓋起來 可是事實上在這段時間 在綠營裡面 他失去的票數非常的多 他綠營仇恨值很高吧 對 很高很高 那中間選民在上一次幾個事件裡面 也大幅度離開他 所以這個才會 中間選民也跑了 對 跑了 然後綠營選票也跑了不少 那你說剩下的綠營裡面 支持他的選票已經是很有限 那你說民進黨 現在的氣勢又不是特別的好 能夠給他多大的力氣 讓他能夠這個恢復往日的一個風采 我覺得非常的難 而且我覺得他也不必要做到地步 比如說他現在內湖地區 掛了廣告那些法律學系 然後碩士 不要忘記他碩士不是念法律的 他碩士是念陳明通那個研究所 對對對 陳明通指導 台大國發所 他應該講說我是台大法律系 然後碩士念陳明通指導的 這樣比較他也不敢 趕快把他縮小寫個法律學系 然後跳過了一個空格碩士 我覺得會被選民給戳破 不好 你就戳破了 不是 我不是第一個 我不是第一個 我覺得你不要騙選民嘛 因為他害怕跟陳明通掛鉤嘛 現在跑來一個誰啊 跟陳明通掛鉤 你就中間選票跑掉啊 跑來一個無心蛋 無心蛋雖然不是民進黨 但是比高家宜更綠 這是事實啦 那高家宜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真的有得到了 那個支持郭台銘的人 跟支持柯文哲人的支持 但這些選票大部分都跑掉了 所以他會陷入苦戰 一點都不意外 這個選區應該 應該國民黨可以拿回來 十拿九穩了 差不多應該是 這一次台北是個5比3吧 5比3 民進黨大概還是有希望拿走三席 對 那三席就是包括士林北都剛才講的那個 吳思瑶 吳思瑶 還有可能這個萬華 黃世堅 黃世堅 萬華無配義 對 有可能 機會比較高 對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 好 我發現 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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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